残破不堪的户岸 光用看的就令人觉得危险 同时破裂的户岸 也造成里面的石头逐渐剥弱 并散落在西床上 而这样的情形 就发生在大园区的和平桥下游 损坏的气石户岸 恐怕也将危及居民的生活安全 在下游呢 它的整个堤防呢 堤防也是老旧 是早前呢 早期的那个气石的 人家说贴酒头的酒部 它现在都过来了 都散起了 散起来都已经脚落 这剥落去呢 民众反映说 没有赶快去把它复旧 赶快做复原的话 很容易大水一冲刷 就会整个垮掉 垮掉了以后 旁边的道路跟农田 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灾压 位在桃园市大园区的 和平桥上下游户岸 由于双溪口溪 长年的流水冲刷 不仅下游出现户岸损坏的情形 另外上游的蛇龙户岸 近期也有民众反应 地座的石头遭溪水掏空 因此担心大水来临 恐怕会造成溃体 这条线是我们大园区 双溪口溪 这边民众反映 在这个弯道 弯道这整个基础 这是蛇龙基础 这是蛇龙的一个堤防 蛇龙堤防你看到 底下基座 整个被水冲刷很深 很深非常危险 怕担心 如果大雨来的时候 整个蛇龙被冲掉 冲掉包括整个马路都被冲掉了 所以说今天要求 请水务局 来共同来办理会堪 目前大园区 和平桥上下游的户岸 在经由十一元 徐七万及桃园市政府 水务局的会堪之下 针对上游将会 先进行输浸工程 并将顺水右岸的基石 移至左岸的掏空位置 而下游的户岸破损 则将会在明年进行修复改善 要保障民众的居住安全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